你又不想要都找不着了 媳妇 那咱们家那个单元门的钥匙 咱找不着了呢 我又回来给咱们邻居挂大白嘛 你忘了 前些日子咱们下水管漏 把邻居都给淹了嘛 那行行你先忙你的 我让邻居给开一下门 哎呀 俗法说得好啊 远期不如近邻 这昨天又舍住着 我让谁开门不给我开门呢 是不是 多大点事 谁啊 我 你是谁啊 我是四楼的邻居 对不起啊 四楼的 我们家对讲坏了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啊 你还是换一家吧 听不清他知道我是四楼的 嘿 有意思 可别选项 谁啊 啊 我 邻居 我忘带钥匙了 麻烦你开门让我进去呗 我妈说不让给陌居人开门 我听这声音比我岁数还大呢 你妈说的 哎呀 这邪着门的 也没人呢这 忙着呢 大哥 哎 你说你干这孩儿 不能太抠门了 工具你得跟得上 人这是高级防盗门 我把这两天难求 什么意思啊 把我当小偷了 你干嘛这是干啥呢 干啥呀 我这业主 我住这 哦 你是业主住这 对 你可千万别说忘带钥匙了 我有钥匙 有钥匙你就开门啊 我凭什么给你开门啊 我开门你进去 你这叫尾随 知道吗 你在干啥的啊 我是干啥的啊 说起来咱俩工种差不多 都是从业主家里边往外拿东西 只不过我是拿人家没用的 你是拿人家有用的 你没说废话到底干什么的 啊 还看不出来啊 我是本小区指定的 首席废品收购员 我这个瘦破烂的嘛 我最烦的瘦破烂的 什么意思啊 前些日子我在我们家楼道里 放了一箱垃圾 是不是 你把我家纸盒箱的拿走了 把垃圾都给我留下了 这职业 这职业道德也太差了 哎 那可绝对不是我干的 不管是不是你干的 反正今天你在这 我是不进去 在也不进去 你也得进得去啊 你现在把钥匙拿出来 打开门 我就相信你是业主 我还真有钥匙 我还不开门 我就不能让你进去 行 那我们就耗着吧 耗着 耗着就耗着 谁是 嗯 喂 儿子 你说什么 调刑警队当队长了 哎呦 生的太快了 哎呦 妈就买个菜 还值当的那个派警车接我呀 不用 妈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吗 做人得低调 不能那么张扬 对 我到门口了 我暂时挺安全 就是有俩人老跟着我 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问问他们呀 哎 你要干嘛呀 不干嘛 怎么 我就是想提醒你 你电话拿到了 啊 那什么 我怕他有辐射 儿子啊 先挂了 哎 大妈 哎 您误会了 嗯 我是您邻居 哦 您是不是要回家呀 回家呀 您有事吗 哦 我是这样的 我帮你带钥匙了 我想借个官跟您进去 是这么回事 来吧 你先来吧 露馅了吧 你不说你有钥匙吗 哎 这会怎么又放袋了 哎 你不开门吗 妈 开门 我着急呢 我不着急 我先不 我先在那儿摘会菜 那儿离着那个垃圾桶进 我省得待会下楼盏 哎 哎 怎么 我帮您摘 摘完了个咱们的菜文庆 就这几根青菜用不着 怎么 我帮您摘菜 不用不用不用 就这 我帮您摘吧 你们俩要实在愿意帮我摘 我呀 买了一车大白菜 待会运了你们俩摘 哎 妈 妈这这么回事 我家呀 前一段时间 那个下水管漏水 把邻居给淹了 我说今天特意提前请假 回来这个处理这事 这么回事 哎呦 要这么着啊 你这人做人还挺讲究 是不是 我跟你说 前些是怎么家 你让楼上给淹了 淹的时候挺快 两分钟湿内大片墙啊 到休的时候 两礼拜 一个人也没见着 您家住几楼啊 三楼啊 哎呀 这真是下水冲了龙王庙啊 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 我是四楼的 我是来跟您家刮大牌的 哎呦 感情就是你们家呀 楼皮开嘛 你是属猴的 哎 你怎么知道 你可真能顺带往上爬呀 大妈说住这楼 你就跟大妈说 你跟大妈是邻居 那大妈说家里水咽了 你就说你是瓜大白的 对呀 大妈说要家里边缺个姑娘呢 你现在就能到医院 做个变性手术呗 哎呦 小伙子 我说得太好了 我跟你说啊 你别误会啊 刚才我就是比个例子 那不是我们家 你可千万别送根吧 哎呀 大妈 您这就对了 要多亏你提醒我 小伙子 你是干嘛的呀 我是收费品的 刚才三楼一号打电话 叫我来的 那就是我打的 我们家好些破烂的 快跟我上楼 哎好好好 来个顺杆爬的 你也属猴的 我属猴干嘛呀 分心提示 近日小区内经常丢东西 望各位业主注意防范 如有可疑人员 括号 收费品责 括号完了 请及时与物业 与公安机关联系 怎么了 我还摘菜吧 我 哎呀 大妈 你胡说什么呀 这哪有括号啊 没括号吗 没括号 没括号 有句号 那句号算什么玩意儿 这算什么玩意儿啊 这没写的 没写 不用写 他已经明刻我为业主的心坎里了 哎呦 我都 哎呀 大妈呀 不是您打电话叫我来的吗 您还害怕什么呀 这电话是不是您打的 啊 是我打 我 我就打个比方 我求求您犯过我吧 我一老太能有多少钱呢 您还记忆拿麻袋装啊 大妈 这麻袋它不是装钱的 不是装钱的 那你是装我的呀 我装您干嘛呀 您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大妈大妈大妈 您千万别相信他 您得相信我 我真是您的邻居 这样啊 我想一想 想一想 最近我们楼里发生过什么事儿 对 让他好好想想 看他能想出什么事儿来 我还真想起来了 呃 编 什么叫编呢 大妈 前几天咱们三楼那楼道里 那个声控灯是不是坏了 对 我修好的 哦 那天修的时候 我从门间看来的 看到了 看见了 哎呦 我看的时候那人哪 修完了可能是太兴奋了 正在那跳街舞呢 那哪是跳街舞啊 那是垫着了 垫着肤味怎么样啊 那就是我 您仔细看看 是不是我 啊 你还别说 我没看出脸 白挨垫了呀 我说大哥呀 你以后记住了啊 这做好事儿啊 不留名可以 但是你得记得露脸儿啊 不有这么句话吗 干什么你都得 混得脸儿熟啊 是不是 别跟他 大妈有钥匙 你为什么不让我 跟他进去啊 对了 大妈有钥匙这个 这个是废品 为什么不让我收啊 嗯 我跟你们掰是不清了 我到屋檐区找钥匙 挺空的 这是要跑啊 他这就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行了 你就让他顺一坨下驴吧 我顺什么坨下什么驴呀 我今天七人我还不下去呢 我就坐这等 我就不信等不来 一个消息我的人 大妈 别理他 让他在这等 我看年三十之前 他等着来嘛 走 我跟你收费品去 哎 老王啊 谁姓王啊 我姓刘 装什么装啊 啊 为了给我抢这个活 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瘦破烂的啊 我 团活 我早就看出了 团活 你们俩在商量吧 活摆法拆刀给我 别 别 别 什么团活 团活有互相拆台的吗 有 我儿子都说了 现在竞争机里 都想当老大呀 一伙的掐着才狠呢 哎呀 大妈哎 我跟他可不是一伙的 不 您赶紧开门吧 有我您还不放心吗 哦 因为有你 我才更不放心呢 大妈 您要相信我 我真住这 我求求你 我不想住这了 大妈 您家里不是有人吗 让他把这个废品呢 送下来 然后陪您上楼 您看怎么样 哎 也对 好不好 你等着 你等着 谁呀 我 这什么破队奖啊 怎么老没事啊 别装了 我是你妈 你别装了 我妈有钥匙 什么灰呢呀 连自个儿妈的声都听不出来了 怎么样 现在信任危机 比那经济危机还厉害呢 嗯 哎 大妈您的电话 哎哎哎哎 别再拿到了 不能不能不能 喂 我上标 给我妈 喂 喂 儿子 怎么样 知道知道了 不就二妈 哎呀 我说二人 你说这事儿整的 妈 这事也不能全怪您 您说 他们林旅之间 多走动走动 见个面啊 就不会出现这种笑话了吗 不是吗 一个楼住的 哪能谁都信不着啊 二人 开门 把钥匙给我了 来 我的 为什么我就先不进去了 别装了 赶紧进去装破烂吧 真的 待会你们不是要刮大白吗 我去拿点旧报纸来垫着 省着你们弄得可哪都是不好收拾 多好的小伙子呀 咱小区多几个这样收破烂的 咱连保安都省了 别言 再多来俩我就没活干了 大妈 待会记着可得给我开门 您千万可别说没看清我这张脸呢 不能 闹行这么淡天了 你怎么着也混一个俩人熟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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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